大家好,我是老王,那么这一期呢我们来聊一个赚钱的套路 如果你使用微博的话,那么你经常会看到谁谁谁回答了 回答了谁谁谁提的问题,某个大V回答了谁谁提回答的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呢引来了多少多少人的围观 那其实呢这个是微博问答的这么一个功能 它这个功能呢是可以带来这个流量变现的 比如说一个微博大V他有很高的人气 然后呢他的粉丝也众多 当有人向他花钱提问的时候呢 他可以设置这个问题的价格,比如说是100元 然后某一个人花了100元请他回答这个问题 当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引来了几百几千人的围观 然后呢他就可以和这个提问人评分围观产生的费用 假如说一个大V他给自己设计的问题的价值呢是100元 但有一千个人围观的时候,那么跑去微博的管理收费 那么每一个围观都会给,都会分别给提问者和回答者带来4毛5的收入 比如说这个问题有一千个人围观了,那么提问者和回答者每人可以赚到450块钱 然后呢回答者减去提问花的100块钱,那么还可以定赚350块钱 其实这个套路我自己是确实做过的,我在17年的时候呢 那会微博问答刚刚兴起,然后我也挺感兴,然后我也知道这个确实能赚钱 然后自己就尝试着像几个大V,比如说一个军事的,还有一些人文类的大V提问过问题 然后呢我到我的微博后才去看了一下数据 2017年总的是有3500多个围观,然后是获益是1700多元 刨去我的成本的话,我大概是赚了700来块钱吧 应该来说还是反馈比例还是挺高的 有一次我还想问王思聪,但是那次失败了 因为有一个哥们他问王思聪一个问题 然后你来了几十万的围观 那个问题只要一万块钱,你来了几十万的围观 那个哥们可能分了二十几万 无数人去恭喜他,因为这个问题真的太赚了 他就凭着一个问题赚了二十几万 然后挤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这个工资了都 所以说一时间也进来无数人模仿 但是怎么说呢,随着那一个浪潮到过去 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可能微博问答不是那么火了 但是呢,我今天又连续在我的微博的时间线上看到两个 这个微博问答的推送,然后呢反馈都还不错 一个是神马事的这个微博,还有一个是那个 思文的这个微博问答 这个反馈回馈都还不错 然后我就简单去又去查了一下 发现这个套路呢还是可以去继续做的 只不过你要做的话呢你要去 好好的去,你要去精心的准备你的问题 然后呢找对合适的这个博主 因为有的博主虽然看起来粉丝很多 但其实他的粉丝付费的意愿呢并不是很高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问题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每一个,因为赚钱这个套路嘛 肯定很多人都在盯着 如果说你想要你的问题脱勇而出的话 那么你的问题必须要能够吸引大多数人 我今天看到的这个神马事微博下里面的这个问答呢 他就是紧扣着这一次美股熔断 然后来进行提问的 然后反馈也不错 那个人也是反正就是说没有亏本 然后赚了不少 那么我的建议就是说 大家如果要去做这个微博提问的转钱套路的话 一定要考察好这个博主之前的问答 回报比例是怎么样的 当然一个人花钱之后 为官为官者带来的收益 能不能就是至少弥补掉成本 这一点是这个微博问答能复允率的核心 当然如果他没有回答你的问题的话 那你这个钱他会是在呃 规定的工作时间之内 退款到你的这个账户上 这一点你可以 可以说这个问答呢 是一个只要问的好 基本上不会赔钱的这么一个呃 双赢的买卖 我个人现在偶尔过几个月还会收到一笔 呃四毛五的这么一个微博的收益的提醒啊 啊虽然不多 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说做好的话 那么一个月赚个几百块小一千 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的那么这个套路呢 其实很简单 我也不多说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呃去微博上呃去搜索一下相关的 这一个内容啊 就搜这四个字就可以我回答了 然后呢下面会有啊一堆一堆的这一个 我问答案具体内容啊 也可以方便你进行一个判断和总结 好的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 欢迎你的收看拜拜